又肥又瘦 星期日是叉里卓别龄128岁名秀 662人趁着这一天聚集在瑞士的叉里卓别龄博物馆 纪念这一名一代少将 主办单位向参加者派发叉里卓别龄其中一个最出名的电影角色流浪汉 标志性的元礼帽、手像和一撇假素 希望打破最多人在同一个地方打扮成流浪汉的世界纪录 適逢复活节假期 不少人一家大小参与活动 除了在博物馆外的花圆寻复活蛋之外 更加希望向这名默劇泰斗对影坛的贡献 以及一生智力传达的人民精神致敬 查理卓别龄的儿子由今卓别龄华 爸爸至今仍然广受欢迎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电影能够为大众带来共鸣 活动举行的博物馆由差理卓别龄的故居改建而成 去年开幕至今有近30万人参观 带动附近地区经济 保鲜电视